Amen 奉主耶稣圣名 开始今天早上礼恩会的聚会 唱赞美诗九十一首 Let's all sing hymn number 91 Let's all pray in silence 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Christ we pray Our loving God we thank you 蒙主您美好的安排 Because of your planning 让我们这几天能够在主的面前 专心敬前的敬拜祂 We are able to come before you To worship you in sincerity 也非常愿意借着神的话语 和圣灵的祷告 让我们得到信心坚固 And that we are able to obtain faith Because of our prayer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让我们能够体会耶稣基督的心肠 So that we can experience your love in us 我们愿意这样做 乃是因为被主的爱给激励了 We are able to do this Because we were moved and inspired by your love 想到我们有限的生命 能够因为认识耶稣基督 而有永生的盼望 To know that our limited time here in earth That we have hope because of knowing you 想到我们所有的一切 只能跟永生的主 来对照呢 And how can we compare With all that we have with you 因为主耶稣基督 您是无所不在的神 Because you are omnipresent 您是无所不知的神 You are omniscient 您是无所不能的神 You can do everything 我们在您面前存着一颗 敬虔 谦卑 敬畏的心 Before you we have a humble And sincere heart 因为能够得以认识您 享受耶稣 您所有丰盛的恩典 Because of knowing you We can enjoy these blessings from you 这是无比的大好福气 This is incomparable blessing 所以恳求耶稣 继续引导我们今天所有的圣会 So we ask God to continue to guide our services today 让我们今后能够有能力 并且使信仰生活更加成长 So that from today forth We have the power And to able to grow in our faith 并且决定所做的每一件事 都蒙主你的喜欢 So that in everything we do You are pleased 能够亲自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 That you can guide us On this journey of life We give everything unto your hands 一切荣耀归于您 May all the glory be to your name Amen Amen 请坐 Please be seated 感谢主的带领和帮助 We thank the guidance and the help of the Lord 让我们这几天的 灵恩步道会工作 能够顺利进行 That our works of the spiritual convocation Can progress 想一想小弟来到这里 已经六个礼拜 And to think that I've already been here for about six weeks And I will be departing to Taiwan tonight And I will be departing to Taiwan tonight Thank God that I had the opportunity Within this period of time To attend many churches services 看到我们大家的用心和同心 To see our humble Our combined and united heart So that Jesus personally guided and abide with us So that Jesus personally guided and abide with us So I am very glad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also partake in the spiritual convocation 这些种种的服事 All these kind of services that we perform 我们在圣经里面 可以找到一个很重要的动力 We can find in the Bible And I will be able to feel a very important motivation Just be Which is because we have been inspired by the love of God If it wasn't because God loved us first How can we take the time out to be willing to come before God to serve him 想到主的爱是这么样的完全 我们凭什么能力可以得到主的爱呢 所以就尽心尽力地能够顺服并且享受主的恩典 所以因为主的爱的成全 我们才能够在这里祭聚成为他的儿女神的教会 光这一点我们就深深地感谢并且赞美他 有一个老姐妹 她在听这个道理的时候她非常感动 结果在祷告中间她被主的爱给激励 她很高兴而且很愿意为教会的圣工带导 想到主的爱她拥有的一切不是神给的吗 她现在所得到的不是神赏识的吗 她越祷告越感动 我是多么的幸福啊 感受到主的爱的激励能够在主面前 所以她被主的爱激励她感动了 祷告完了以后 她就找那一位传道将手 传道我想奉献一点点 因为我年纪大了也不能做什么 传道心里想一点点也不过 大概美金五百一千吧 但是传道还是很客气的跟他说 不妨你找财务她会开收据给你 结果大家都走了财务还在教会 那个传道就问这位财务 有一个老姐妹说要奉献一点点是多少啊 传道也想知道 因为特别来找传道奖嘛 所以也想关心一下 哇这个财务也笑一笑 没有多少了 只有一点点五万多块美金而已了 一个老姐妹 听神的道理 背主的道理 爱的激励 然后在祷告中间圣灵引导她 背主的爱激励就关心教会的胜功 所以这个财务 她讲完以后 她也非常高兴 感谢主对教会有帮助 所以一个人能够热心服侍主 也用心参加每一场的聚会 或者做好自己的灵修生活 尽本分来在主面前奉献 甚至很用心做祷告 只有一个现象可以解释 她为什么会这样做 那是因为被主的爱激励 她才能够感受到 这一方面的需要和重要 在圣经里面 有一个传道人 他也是这样做见证的 我们请看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Let's turn to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 2 Corinthians chapter 5 请看十四节 verse 14 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寄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我们在这里看到 保罗向哥林多教会 做这样的见证 所有的一切 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昨天听到一位姐妹 在这里做见证 她所感受到的爱的生活 家庭生活 以及在主面前的信仰生活 为什么会拥有这一切 来是因为感受到 主的爱的激励见证 所以才能够脱去旧有的行为 然后夫妻同心在神面前 被主的爱感召 所以有那个动力 想要为主做什么 或者怎么样来生活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激励 保罗他在这里也这样强调 我们来看一下第五节 这里第五节说 培植我们的是神 训练栽培 让我们成长的是神 而且神又是给我们圣民做凭据 来成为我们力量的帮助 所以到了第七节 保罗就这样说 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不是凭着眼见 被主的爱激励 就会朝向一个到神面前的道路而行走 他为什么不爱聚会 为什么不爱服侍主 他是贪爱世界吗 所以雅各书那里说 在这个约翰一书那里说 贪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 不管我们在人世间活得多久 或者你用任何什么样的态度 来面对你的信仰跟神 不过到人最后的那一刻 有一个事实必须要了解 我们请看第十节 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 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受报 不管你一生怎么走 最后要站在耶稣基督台前 按个人的行为 或善或恶来受报 我们看到哥林多前书 几乎是保罗针对教会的问题 在做指责或辅导 后来派年轻的传道人提多 把整个哥林多教会问题 蒙神的帮助得到解决了 保罗因此就高兴欢喜 所以他后来在写哥林多后书 给哥林多教会 当我们看完哥林多后书 他在强调的是使徒的权柄和职份 并且他勉励所有的众信徒 要做到一件在生活上很重要的表现 我们来看一下第六章三节四节 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 免得这执愤被人毁谤四节 凡道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佣人 以下省略 在这里保罗特别提醒众信徒 在各样的事情上面 要表明自己是神的仆人 这个对我们大家在世上生活 是一个很重要的认识和学习 不然以后怎么站在 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呢 那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做的工作 真的就是照他所讲的耶稣基督的爱 激励我们 这就是他一生信仰的写照 他强调都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受死而复活 显明了实价救恩 我们看那个哥列多后书五章十五节 他替众人时是就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来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 一个基督徒如果有正确的信仰观念 他会明白这一点的 所以十七节他又说 如果在基督里面 他就是新造的人了 十八节又说 一切都是出于神 今天我们受洗信主 到底有没有这种认知 也愿意把人生放到这个里面呢 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传道人 他做了这一方面很好的见证 他过去在世界 他有接受了三种教义的文化 希腊文化 犹太文化 罗马文化 在当时非常有名的老师 加玛列门下 做学生 所以他后来在社会上 有地位 有权柄 可以做任何事情 他要抓水 关在监牢 就是这样做了 他在社会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地位 但是我们看到他整个人生的改变 只有用这一个所看到的见证 被主的爱激励 看到他整个人生转变了 所以以下我们要来谈谈 保罗是怎么样 被主的爱激励而成长呢 然后从这个方面了解之后 再看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的成长 我们从三个地方来做探讨 第一个 先来谈到盟主光照的保罗 我们在圣经里面 看到很多记载的事情 那我们在看每一件书的时候 要了解有两个用意的方向 第一个是 在这一卷神的作为是什么 然后那个百姓用什么态度 来反映神的话 神的工作 第二个用意 神拣选作者圣灵的感动 写出什么用意在里面 我们能够从这两方面 做了解的时候 你在看圣经任何一件 你就会容易进去或明白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七章 Let's turn to Acts chapter 7 58节 7章的58节 人把司提凡推到城外 用石头打他 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 名叫扫罗的脚前 我们再来看六十节 又跪下大声喊着说 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说了这话就睡了 扫罗也喜悦他被害 这里讲的扫罗就是后来盟主光照的保罗 这个作者绝对不会无聊 为什么在这里要特别记上他一笔啊 当这个司提凡在祷告说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就是讲着那些要打死他 甚至不信主的道理的人 还有喜欢他被杀害的人 这些都是罪人啊 你想想看 思提凡最后要断气前的祷告 都还在为罪人祷告 带祷 神随听这个祷告 后来第九章 神就拣选那个罪人保罗 他当时也看到 司提凡见证主的道理 被打死杀害 他也喜欢的 在第八章的第三节 我们看到扫罗得到了这个诠释以后 他就大举破坏教会和基督徒 后来保罗在使徒行传九章跟二十二章里面 他亲自做见证 他是怎么样蒙主光照的 所以九章的第一节以下 三节说他要到大马社 要来去抓基督徒 结果从天上有光照着他 他遇到这个光照着他的时候 他的态度马上扑倒在地 然后就说 主啊 你是谁啊 有声音对他说 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所以他这个扑倒在地 就是讲着保罗第一次的谦卑 所以你的心如果在神面前没有俯伏在地 你很难看到主的光照 神要亚伯拉罕得到完全的福气应许的时候 神要求他做完全人 这个时候亚伯拉罕的态度也是 俯伏在地耶 就是在神面前心里谦卑 到底耶 后来我们看到保罗的事迹记载 从九章以下就可以看见 当然他的工作是从十三章一直到二十八章里面 所以有人说一章到十二章称作彼得传 十三章到二十八章称作彼得传 蒙光照的保罗 他也常常这样表达自己是一个罪人中间的罪魁 所以他深深地了解 对主光照成为神的使徒之后 他始终没有忘记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 Let's turn to Galatians 加拉太书二章的二十节 Galatians chapter 2 Galatians chapter 2 Galatians chapter 2 Verset 20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祂是爱我 为我舍己 祂非常清楚 主耶稣爱我 为我舍己 所以他被主拣选 蒙主光照 他深深地了解 是主主动爱我 不然我还是活在罪中 我们就可以了解 他真的深深明白 是主的爱激励他 所以他愿意为主做任务 使徒耶翰他也做了这样的见证 他说我们相爱 来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所以他强调神就是爱 他心中有爱的 就是从神所生的 心中有爱的人 就是认识神的人 可见爱是从神来的 神也用爱做了 最美好的见证 他亲自 保罗甚至也亲自 这样做见证所 他所做的一切 乃是因为神的爱 乃是因为神的恩典 与我同在 神的恩典造就我 神的恩典 让我能够为主服事到底 这个真的是懂得 被主的爱激励的人 如果服事主 或信仰生活 我还要人家提醒你 你真的是很被动 一个真的被主的爱激励的人 是要像保罗一样 很积极地来为主付出 做得更多的 想到主的爱 真的很难以报答 这才是一个很正确 被主光照的一个成长的人 我们再来谈保罗 被主的爱激励 成长的第二个方向 我们要谈的是 初出信主的保罗 说起来一个 新受洗的信徒 你要让他很快 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 那是不容易 刚刚受洗就马上 有很成熟好的信仰 也不容易 有的人受洗了以后 坏习惯 马上改正的不多 比如说抽烟的习惯 酗酒的习惯 甚至有一些行为的坏习惯 马上改变的这种不多 通常都拖上个几个月 甚至半年一年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会跟他 对神的认识的程度有关系 如果他有深深的体会到 主的爱的激励 也看得很清楚 主的工作在他身上做了什么 这个时候他才因为不同人 有不同的感受程度 他那种改变就有不同的一个现象 我们如果没有留意 常常会以为使徒保罗一信主受洗 他马上就成为一个很好的工人吗 不是的 他也经过一段时间的浅修力量 虽然神对亚拉尼亚说 这个人是我要用他在外邦人做福音的器皿 但是他不是一信主马上就成为这个神合乎要用的人 那保罗也是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浅修力量之后 他才成为神合乎的器皿哦 后来在十三章教会就决定派他跟巴拿巴去传福音的 在这期间 其实保罗也是受到很大很大的操练 就算我们就像我们从小受洗 我们马上就被教会用吗 被神用吗 我们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成长 接受正确的宗教教育的信仰 然后在灵里面 在弱身里面要有很多的操练的体验 要慢慢的成熟 最后你才能为神为教会做什么的 如果没有这种修炼 没有这种灵修 在服侍主的工作上也没有什么经验 你怎么去担这个工作来服侍主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第二章 Let's turn to Galatians 加拉太书第二章 Galatians 2 请看第一节 Verse 1 加拉太书第二章的第一节 Galatians 2 verse 1 第一节 过了十四年 我同巴拿巴又上耶路撒冷去 并带着提多同去 14 years later I went up again to Jerusalem this time with Barnabas I took Titus along also 我们在这里看见 这里谈到过了十四年 保罗同巴拿巴上耶路撒冷去 我们可能对于保罗从受洗 一直到他 后来被拆派到国外去传福音的 十几年的时间 想做一个了解 那这十几年的时间 他受洗以后并没有马上出来做圣工 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一章的十七节 17节说 他受洗完了以后并没有上耶路撒冷去 见那些绝书的门徒 他往亚拉伯这个地方去 这个是在耶路撒冷城附近的一个小地方 叫亚拉伯 千万不能解释成沙烏地阿拉伯 这个是非常错误的结果 你在那个圣经地理地图里面 你会看见在耶路撒冷旁边 一个小地方叫亚拉伯 他在那边做什么 用心读旧约圣经 花了三年的时间 18节这里有讲 那后来才说到耶路撒冷去见耶稣的门徒 跟他们同工十五天 那他读完神的话 做了这样的灵修出来之后 做什么呢 这个也有一段时间 这个就是我们要探讨的过程 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的第九章 Let's turn to Acts chapter 9 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九节 Acts chapter 9 verse 19 第九章的十九节 Chapter 9 verse 19 我们直接看二十节 Let's go on to 20 那二十节记载说 扫罗跟大马社的门徒 同住了一些日子 然后二十节说 在各会堂里面 他宣传耶稣说 他是神的儿子 再看二十二节 但扫罗月花有能力 波导住在大马社的犹太人 证明耶稣是基督 那我们再来看那个二十三节 Let's read verse 23 他从亚拉伯潜修 灵修出来以后 他也是满怀着热忱心志 来为主传福音 见证耶稣是基督 结果二十三节记载 犹太人商议要杀这个扫罗 二十四节 这些人的计谋被扫罗知道了 哇 他的学生们 在半夜就从城门那里 把他掉放下去 他夜间逃跑 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一年 他也是在宣讲主的福音 见证耶稣基督 但是我们在这里看到 二十五节 他的门徒就在夜间 把他用筐子从城墙那里 让他逃出去 他出来开始为主工作 他自己也开班授徒 在现在来讲 他也是一代宗师 他也有这个心志 要受洗之后的几年 为主服事 所以有人针对这一个部分 就想想 为什么他也要开班授徒 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是在那个有名的老师 加玛列门下 他自己也有授课 收门生的这种能力 加上自己受洗信主 也要为自己开一个大的局面 也要在主面前拼出一番热心的工作 那第二个原因 他要与主耶稣的门徒相抗衡 受洗以后 他很少跟主耶稣的门徒来往聚集的 你们是直接跟主耶稣学习的 那我也是从觉书这边得到启示的 所以受洗 刚受洗的人 我们在很多方面要教导 有一个外层 但是道理不懂 很想服事 但是道理不懂 就会混乱 没有秩序 好事会变成坏事 结果 使徒保罗他的好景不惨 他的理想 他的事业 很短 有这种心智 很热心 结果到后来必须逃亡 他所有的心血泡汤了 犹太人要杀他 有热心到后来逃跑 这个时候他没有地方去 只有想到要去哪里 我们来看九章的二十六节 扫罗到了耶路撒冷 想与门徒结交 门徒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 你看看 你看看 逃到耶路撒冷城 主耶稣的门徒不敢跟他来往 他曾经破坏神的教会 逼迫基督徒下监牢的人 在外面逃难 结果在耶路撒冷门徒不接受他 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很不错的 二十七节 他叫做巴拿巴 他原来的意思叫做欠位子 就是很会安慰人的人 他就带他去见那些使徒们 就把他见证怎么蒙光照信主 后来又怎么样放胆讲述神的话 都说出来 这个时候扫罗在二十八节 他就跟耶路撒冷的门徒住在一起 出入才真正跟他们生活在一起 他在耶路撒冷这个时候 他也是奉主对民勇敢讲道 大家我们看三十节 结果教会知道 那些想杀他的人也跟下来了 所以就告诉这个扫罗 你还是要离开 不然教会很麻烦 他热心做没有错 但是他在那边做教会很不安全 反对的人要杀他的人也跟下来 三十节最后一句话 一个一代宗师这么有热心的人 最后结局是什么 结局回到自己的故乡 他的故乡就是大树 以他的个性 他的作风 信了主 真的想为主做什么 很多很多的事 他一回到故乡 他大树的家乡 一待就待了十年 十年中间都没有记载 他是非常孤独 非常地寂寞 就好像摩西神要用他以前 在旷野先训练四十年 这四十年 甚至保罗的这十年 没有再做任何事 过去的心智也是慢慢被磨了 那是一种安静默默无稳的日子 其实也是一种很痛苦 很恐怕的一种危险的经历 我们看到神在操练一个人 有时候会让他觉得很孤独 面对很多事情的感受 非常地无力感 在这种安静 孤独 寂寞的日子里面 是很危险 魔鬼容易进来 但是保罗在这十年中间 神却造就他 成为一个属灵的保罗 而不是过去他的雄心万丈的那种作法 带进来 外面的作法带进来 带到他的工作里面 神要磨他 成为一个属灵的保罗 不是世界的保罗 我们做神的功 不是的 外面那一套 公是法规 强调的是在神面 属灵的能力 真理 权柄 神要寻出他的作为来 不是你有什么 或物质条件的 不是的 而是做神的旨意来做功 所以要成为一个真的属神的人的那种功 神才同工 所以这十年的这种熬炼 是保罗第二次的谦卑了 他从自我为主的生活 然后进步到属神合用的这种人 说起来神要用的人 是全心为主 是真的身心生活行为归主的人 不是那种自私自利的人 跟神还计较时间 还计较什么什么的那种 就不适合被神用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腓立比书第三章 腓立比书的第三章 请看十八十九节 十八节 因为有许多人行事 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 我历次告诉你们 现在又流泪地告诉你们 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 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度负 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 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在这里讲 有很多人做事 都是成为实价救恩的敌人 就是不照着神的道理走 所有的追求 就是以肚子肚腹为主 名义上说感谢主 我爱主 但是实际上 他是为他的肚子生活 物质的世界来追求 你在用你的肚子当作神 当时保罗就有看到这种现象 我们现在的世代更是如此 自己在做违背实价救恩的道理的事 你自己还不清楚 这种不是主爱的人 所以主的爱激励 这个经验过程很重要 是个很宝贵的一种成长 属灵的成长 在《使徒行传》里面 他讲到有三种非常重要的认识 第一个就是圣灵的正统 从神来的圣灵的这种道理 还有就是道统 就是有关真理的这种系统 要非常坚固的 再来讲到这个组织系统 是要站在神里面 来成为教会合一的 发展的这种系统 所以这三种系统 是缺一不可的 所以我们看到 《使徒行传》 有这么好的教会发展 也培养了这么多好的 真的神用的工人在里面 所以这个是值得我们今天教会 非常注意的一个现象 神才会合用而且同工 这个保罗 他在从肉身的保罗 进入到属灵的保罗 被主用的这个过程里面 这是因为被主的爱激励 而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 有一个事情蛮有趣的 我们来看一下 《使徒行传》第九章 第九章的三十一节 纳什 犹太 加利利 撒马利亚 各处的教会都得平安 被建立 凡事敬畏主蒙圣灵的安慰 人数就增多 我们在这里注意看啊 保罗很是热心没有错 而有能力先讲主的道没有错 但是教会也受到不平安逼迫 看那个三十一节 他一离开 在耶路撒冷的教会哦 结果犹太地区 加利利地区 撒马利亚地区 各处的教会就得到平安哦 所以教会就被建立哦 而且更奇妙的是 这些所有教会的人数增加哦 哇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做一个思考啊 初出信主的保罗 他也不是神何用的那种工人 只是有热忱热心 但是不是神要的这种人耶 所以就算热心对事情没有帮助 反而有一个阻碍啊 所以我们在这里 凡事要查验神的意思是什么 所有的动作决定要回归到 圣经神的道理里面 因为我们强调需要的就是 神的同工 哇 感谢主 扫罗 保罗就是保罗 他回到家乡 这个熬练了十年之后 神认为可以了 就开始要用它 当我们在教会里面 还没有负担重要工作时候 你也不要急 如果你有很好的想法 教会没有接受 你也不用吵架 闹欢天革命 你这个时候好好的灵修 看看哪里不够 圣经要首读 各方面祷告属灵的体会 要有一个很好的成长 你如果真的是神要用的人啊 你想躲也躲不掉 时候到了 你就会有机会来服事主的 问题是你准备好了吗 你熬练好了吗 你成熟了吗 这个才是重点啊 真的时候到了 神就感动劝卫子巴拿巴 欠位子会安慰人的这个巴拿巴 我们请看《史诗行传》的十一章 Let's turn to Acts chapter 11 25节 25节巴拿巴就往大树去找扫罗 26节 找到扫罗就带他到安提阿教会去 他们足足有一年的功夫 和教会同龄一起做圣工 他也协助训练教导的工作 跟巴拿巴同工在一起一年的时间 那个时候 门徒们才被称作基督徒 在外邦地区建立了第一个教会 所以这个巴拿巴实在是一个很不错的人 耶稣的门徒不信任保罗的时候 巴拿巴接纳 为他做建设 当他逃难 落魄 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神感动他 最后又把他接出来同工 后来才发生在13章 他可以跟主的门徒一起来关心教会圣工化 所以他这一段历程的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 当主拣选他 一直到他成为主合用的人 也经过十几年的熬练 后来他真的明白 环事借着主的爱 激励造就 我们可以想想看我们自己 我们在这一条主的道路上面 我们不是也有很多的感受恩典吗 我们是不是真的被主的爱激励 然后主动积极地来服侍主 关心教会和信仰得救的事 保罗他真的成长了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方向 要来看盟主同工的保罗 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13章到28章里面 他忠心服侍主 而且照着主的旨意将福音传到了地极 引导更多的人来信主 建立了许多的教会 他也培育了许多的工人 来做福音工作的传承 他所有一生的写照 他最后在建立里面写书信这样说 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四章 提摩太后书的第四章 2 Timothy chapter 4 请看十六节十七节 16节我初次申诉 没有人前来帮助 尽多离去我 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 使福音被我尽多传明 以下省略 我们在十六节发现 他的祷告跟司提凡的祷告内容是一样的 师弟们祷告说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保罗在最后在经义里面的祷告也是这样讲 这罪也不要归于那些人 他们不前来帮助我 反而阻挡我 迫害我 甚至审判我 他一生的努力感受到 只有主站在我旁边 加给我力量 什么都能做 他服侍的精神跟那个师提凡很像 他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他到处蒙神同工 不管是在任何什么样的情况下 他对主的爱的激励是全然接受的 被逼迫患难 关在监牢 快被人打死 起来还是在做主的工作 他并没有退休 反而更加认真的 在主面前服侍到主 这就是一个主爱激励的一个工人 有关于主的爱激励 他的表现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我们可以归纳几个方向 对主的圣工来讲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二十章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 二十章 我们来看二十四节 保罗说 我却不以性命为恋 也不看为宝贵 只要行完我的路程 成就我从绝书所领受的职份 证明神的恩惠的福音 对主的圣工 他把性命丢在一边 我来证明神的福音 他个人对主的感受 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里面 他立志得主的喜悦 我们要对主的爱激励 你要对主立志的 你才能够在日常生活里面 做很好的分辨和学习 第三个对他的信仰人生来讲 他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信仰观念 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的十四章 Let's turn to Romans chapter 14 十四章八节 Chapter 14 verse 8 八节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他在这里非常坚定 一个强烈的信仰观念 He had a very very firm concept 无论是活着或死 总是耶稣基督的人 Whether we live or die We belong to the Lord 第四个对服事的侍奉来讲 And fourth in terms of service to the Lord 我们来看一下福利比书第一章 Let's turn to Philippians chapter 1 二十节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 20 二十节 照着我所切勿所盼望的 没有一事叫我羞愧 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 总教基督在我身上 照常显大 在服侍主侍奉方面 他总是让耶稣基督显大 He exalted Christ 这种精神就好像 施洗约翰也是一样 This is the kind of attitude that John the Baptist had 主必兴旺 我必衰微 我们事奉服侍主是荣耀主 让主显大 我们算什么 我们是卑微 所以我们不要辜负了主的爱 从保罗他这个三个方面的成长 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真的是和神心意的人 是对福利比教会 他这样说 我还事站站进进 做成得救的功夫 我们也一样 也应该有这样的 一个了解追求 We should have this kind of understanding 蒙光照以后的我们 那主信主后的我们 一直到怎么样被主用 然后最后就是在环事上 怎么样蒙主同工 在保罗的信仰过程里面 一生我们看到这么美好的见证 盼望我们也能够效法他 如同他 效法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利用了一点时间 把整个过程讲清楚 目的是让我们也看到 有这样的功能 在圣经里面被记载 如果我们愿意也被主的爱激励 也可以找这几个方向 做努力的 但愿主知道我们的用心 愿神祝福大家 我们一起来同心懋打 Let's all pray in silence Amen 我们休息一下 take a break 并且准备心要来参加圣礼 and prepare our hearts for the sacraments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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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z Search 这一春 和你 使剧 它 继续 坏 elo b Sup